哈囉,大家好,我是2022讀享法言文章班的老師,我叫孫大威 那可能有比較多同學對我比較陌生,那我就先稍微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就讀台大法言所商法組二年級 那也就是在去年就109的考試,通過商法組的考試跟司法官律師這樣子 那這一次是我第一次來讀享開這種法言的文章班 那這一次的講義就是已經寄給同學的證交法 或是其他同學如果有報名那個保險法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知道就是我編的講義主要是以 就是除了跟考題有相關的文章我會盡量摘錄,就是幫同學摘錄以外 那有些地方其實就是一些我覺得單純靠文章可能比較難去 單純靠寫考題比較難直接掌握到的一些東西 因為有可能是老師寫的某一整篇文章 那他其實沒有針對某些特定的案件做出發去探討 那這種文章的形式如果要把它摘要成是 應該說如果要把它轉換成考題的話 其實會沒有那麼好寫,會變得有點太像生論題 所以如果是這類型的文章,我就直接把它做成那個摘要 文章的摘要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說在這一次的證交法的第一堂課裡面的那個 張欣替老師的一篇文章 就是在第18頁有標章 張欣替老師的證券詐欺損失因果關係之在思考 那這篇文章是今年的文章,其實滿新的嘛 那因為這個我們的獨享的法言文章 畢竟就是以準備就是台,就北區的可能就是台,正,北,東 這幾間學校的法言所為主 所以我盡量會去抓這三間學校的老師所出的近幾年的新文章 那因為唐數的關係,其實只有兩唐 然後再加上我還要帶大家解題 所以其實就實際層面上不太可能 包含到所有盡量 就是光是要盡兩三年的文章要全部摘入到 我覺得其實也有點困難 所以我就挑了我把近兩三年的老師學者的新進的文章 都主要看過之後,我盡量摘要比較重要的 那當然啦,兩堂課要把整個證交法的重要的內容上完 我覺得是一定是相當有難度的 所以同學不管是看讀相的其他老師的可能全課的函數 比如說像陳鋒老師他的證交法公司法都非常推薦大家去上 那我那時候在念書的時候也是看就是陳鋒老師的東西來就是念的 所以在如果大家有比較充裕的時間 那就是在打底的這個狀況下 應該就還是以這種陳鋒班比較基礎的方式來進行 那當然我們這種文章班就是針對 因為當然啦,現在我錄製的時間已經11月20幾號了嘛 那同學大概2月初就要考 現在開始打底可能也會來不及 所以我們這個班就是文章班的目標本來就是比較偏向解題的形式 解題跟文章摘要這兩種方式 好,那麼這些是類似前言的部分啦 那除了這些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 我們就是讀相法言文章班的這個目標以外 大家可以再看到我的講義的第三頁跟第四頁 就是有第零章就是被考動機跟方式 那有包括說為什麼要考研究所跟一些準備的相關問題 那這些東西我都會比較以那個準備台大法言為例做出發 因為我自己就是當初是專心準備台大法言所 那雖然我有去考北大法言 那但是那時候主要準備的東西基本上都在台大法言啦 所以雖然北大雖然也有錄取 但是我不敢說我對於其他學校的考試制度 有像了解台大法言一樣這麼的清楚 所以我不管是在講義上的內容 或者是我推薦讀書方法 都仍然是以台大法言為主做出發 所以各位同學在聆聽的 不管是讀書進度的安排文章的搜索上 大家都可以在自行斟酌一下 如果你自己的首要目標 可能是放在台大以外的學校的時候 可能是政大可能是北大可能是東吳的法言所的時候 那你可以在自己斟酌一下 在文章看的這個地方 可能你看文章的目標 就可以先從你目標學校的老師 尤其是教授等級的老師 所出的文章為主 那我想這樣會比較對陣下要到 好 那所以這是目前的 就是這一堂課的前情提要的部分 那接下來講一下我們這個講義所編排的方式 那首先除了第0章剛剛有講到 就是備考動機跟方式等等 那根據我自己的進度安排 雖然放在第0章好像要先講啦 但是因為我預計第一堂課就是把公司治理 還有證券詐期及財報不時上完 然後下一堂課我們專心的上內線交易 所以在這個分量安排上會發現 第一解課就是本堂課要上到的東西是會比較多的 所以我打算把這些備考動機跟方式 還有一些就是準備讀書會的相關問題等 反而我會放到第二堂課 也就是下一堂課的時候我再跟同學大概的講述一下 那第一堂課我們就是主要從解題還有講解講義裡面的重要文章 做一個出發 那因為在這一次上課之前我其實也有跟我其他的朋友 或是一些學弟妹討論 就是說到底怎麼樣的上課方式對於要準備法研所的同學 也就是現在可能在螢幕前面大四的同學 或是已經考過了想要再次挑戰的同學們來說 我覺得除了文章再要跟解題以外 那我覺得會報名這個班的同學 我相信可能是在自己的學校或者是 總之就是沒有那麼多可以參加讀書會的機會 所以沒有辦法跟直接有學長姐的檢討跟讀書會的考卷跟同學討論 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我會把重心相對的放在 解題的部分 以及我會把每週有交卷的同學的考卷 西數改完之後再來開始上課 然後上課的時候我會講到某題 我可能講完關鍵的真點跟大概的解題方式之後 我會告訴大家說在我這次收到的考卷裡面 同學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這一次交的考卷裡面的同學 這樣在第一題的這個讀懂事的資訊權的部分 還有審計委員的部分 其實蠻多同學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是 當然每個同學的問題都不太一樣 但是蠻多重複會發生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到底董事有沒有資訊權 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需要被討論的 當然我們實務是肯認董事有資訊權的 但是大家應該也知道 不像股東有公司法210條 監察人有公司法218條可以作為他的立法 就是主張資訊權的法律上依據 董事是沒有這個法條依據的 那當然實務上我們都會肯認董事有資訊權 那理由不外乎就是我們要求董事進行業務執行 而且18條23條負有忠實義務的情況下 如果你不賦予他相對應的資訊權 那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好好的遂行他的職務 所以基於這樣子的一個理由 我們會認為應該要賦予董事資訊權 但是在這個東西上面其實大家可能會發現 應該說我會發現 就是在看大家的考題的時候會發現說 蠻多同學忽略了這一點 蠻多同學就是直接就寫說 可能不復理由 就說董事具有資訊權 但這其實在探討 在討論的層次上就有點問題 就是其實法條上並沒有明確寫出 董事的資訊權的法律預計是什麼 那你為什麼可以直接說 董事具有資訊權呢 所以這是很多同學在思考邏輯上的一個跳步 那有鑑於此 就是因為這種東西就是 當我在講題目 比如說我也會附上擬答給大家 那大家看到這個擬答的時候 可能不會或者說沒有辦法知道自己的盲點在哪裡 因為沒有直接具體的指出 所以我會盡量在解題的同時 也會告訴同學說 在這一題大家常犯錯誤可能是什麼 那要如何避免跟避免的方式是什麼 那麼當然我的擬答還是會以考試時間內 寫得出來的這個方向去做撰寫 所以當然我在上課的途中會多講很多種 不同的我認為有可能的解題模式 但是我的擬答不一定會跟我上課講的方式完全一樣 那當然就是因為像比如說 第一在這次本題考試裡面的第三題 也就是在問到這個證券詐欺的交易因果關係的認定 這個問題本身其實就非常的 在學術上的討論其實就非常的多 那蠻多同學 這是交建的同學蠻多都有寫到 詐欺市場理論跟效率市場假說 這兩個關鍵的問題 那這當然是在講交易因果關係的時候 應該要討論到的嘛 但是除了比如說詐欺市場理論 大家都知道是從美國實務衍生而來 那但是我國實務對於這個假說的採用度究竟如何 這個可能是大部分同學 真的是絕大部分同學比較少去探討到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在於說 那美國採詐欺市場 那我國實務採不採 如果採的話 那有沒有因應我國跟美國的不同而做一些調整 或者是我國雖然也有採用了詐欺市場理論的這個概念 但是我們的法條依據 畢竟還是要有實定法嘛 那可能就是從民宿法277條但書去做一個出發 那這就是兩種可能不同的管道 那另外第三種也就是我在講義上的 的那個財報不實那邊有打出來的就是 曾萬如老師其實針對我國的證券詐欺的 英國關係的認定其實是有別於我國實務跟 美國實務上剛剛所講的那一類 那雖然這個東西就是 應該說這個東西的曾老師所提出來的體系 當然它是偏向立法論上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講義第15頁講到的 我國法的證交 我國證交法的20條1項跟2項 它其實所隱居的法律是不同的 就是來自 大家可以看到15頁的講義有講到 是美國聯邦證交法的Section 10b跟Rule 10b5 然後20條2項是來自Section 18a嘛 那其實這個東西如果你把它寫進你的答案裡面的話 將會導致跟剛剛所講的那一套完全不一樣 就跟詐欺市場可能也會不一樣 跟我國採取的民事訴訟法 277條但書的舉證責任轉換 也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當你在面對一個題目的時候 我會認為 這些東西你很難完全的寫在一篇考卷裡面 第一個可能是時間的問題 你時間上根本就不允許你把這麼多不同種的立法 見解比如說英國法美國法我國法 全部都寫在考卷上 我覺得光從這個客觀的時間上來說 這個就是有困難的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 同學在面對這個題目的時候 更直接一點就是 他可能並沒有意識到說 這邊有這樣子的一個見解可以去討論 那比如說像是在這次的題目裡面 大部分同學像我剛剛說的 有提到 詐欺市場的 有 那也有提到詐欺市場加效率市場的 也有 那也有再更進一步的提到的是 晚近學說就我國學說都有認為 詐欺市場好像不以 對詐欺市場理論不以效率市場 假說為前提 那還有更進一步就是 我國到底採不採取這個理論呢 那這些一步 這些其實嚴格來說 我覺得它已經是四步的 就是不同的見解 就是詐欺市場 然後跟效率市場 然後跟晚近不採效率市場 一直到我國到底採不採取 以上這一系列的理論 這已經是可以分成好幾個不同的知識 算是類似拼圖一樣把它這樣完整拼起來 所以在面對考題的時候 同學應該是要把完成這份答案 所有可能需要的答案 所有可能需要的資料跟知識 都印在自己腦海中 然後面對題目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針對老師出題的方向 有時候可能針對題幹設計的不同 自己心證的不同 而決定你這次要採用哪一部分的資料 而不是每次遇到題目的時候 都把自己所有所知道的東西 都全部寫上去 因為就像我剛剛第一點就說到的 這在客觀時間上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達成的 但是因為畢竟我現在是 以一個授課的方式 所以在上課的時候 我還是會盡可能多的把 我認為遇到這個題目 比如說證交法的 證交法的那個財報不實上面的 交因果關係認定 我會把盡量有可能的所有東西都 想辦法告訴大家 不管是寫在講義裡面 或是在你哪裡裡面 或是等一下上課的時候 直接告訴大家的 那但是我也希望同學要有一個 就是心裡要有一個底 就是我所講的東西 不一定代表你全部都要寫在考驗上 才是正確的 因為就是剛剛講的 時間不一定夠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去審著說 這次的題目到底重心可能放在哪裡 或者是說依據它的配分 去調整你的回答的篇幅 更甚至會依據你應考的學校的不同 或是你可以看出這個初級老師是誰 而去改變你的作答策略 那我這邊會提供給大家 就是盡量把我知道的所有相關的 可以用的資料跟這些素材 全部提供給大家 讓大家去做一個回答 讓大家去做一個吸收 不好意思講錯了 好 那 所以以上的話就是我們針對 這整堂課的上課的模式 所做的一個大概的介紹 那接下來我就會先講解 我們的這個題目的答案 然後 題目的 這個跟題目相關的 這個 那個 跟題目有相關的講義內容 我也會再講到該題的時候一併帶出 那等到我把考卷講完之後 講義裡面還是會有一些 在題目沒有被涵蓋到的 我當然會再解釋 那不過要首先跟大家先提的是 在最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第十八頁有張星帝老師的那篇新聞章 還有周振鋒老師的這篇新聞 周振鋒老師是2019年的 就沒有那麼新的文章了 那這兩篇文章 其實我並沒有把它單獨作為題目出題 但是他們兩篇的 周老師的 就政大的周振鋒老師的 他的一些見解 會放在我的題目裡面被講到 但張星帝老師 因為他是針對損失因果關係 就是證券詐欺裡面損失因果關係 單獨做一篇討論 那老師那篇 首先是老師那篇文章上達八十頁 而且有其中摘入了非常多 美國巡迴法院的判決 那我會認為那些東西確實是比較 第一個當然難度比較深 第二個當然是比較法上 他們體系跟我國會完全不一樣 第三個就是 可能在目前的階段上 還沒有辦法直接用實力的方式出題在 我們研究所的考驗上 那當然就是我自己的認知啦 所以針對這兩篇文章 我就是用那種文章摘要的方式 那特別是張青帝老師那篇文章 因為他那篇文章真的非常的長 然後有很多實務判決嘛 所以我把它整完整的摘入 就是我把它摘入在那個 二十幾頁以下 對就是都是在講 張青帝老師那篇文章的內容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就自行去翻閱 那我認為如果你是被考北大的話 那我想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應該會很高 我強烈建議你去找出這篇文章 然後仔細的把老師這篇範圍所看完 因為大家可以看我光是摘要就摘了 應該有四五面吧 所以那篇文章的內容確實是非常的多 而且知識密度也很高 但是就因為我剛剛說的 我覺得如果不是 就是因為它現階段 我自己認為它很難直接轉換成實力體出題 所以如果不是北大的題目的話 就是不是去硬考北大 我認為它直接出成考題 機率沒有這麼的高 所以我這邊就不會很詳細的 就是一個一個帶大家說 我可能等一下就是 從我摘要的內容去中 內容中去告訴大家說 我覺得哪些地方是 可能是過往我們在準備 證券詐欺這個地方的時候 比較容易忽略到的 就是真的是 張老師透過觀察美國的食物 所提出來的一些嶄新的東西 要引進我國食物 那這些東西是你可以在學習上 即使沒有專心要備考北大 也是可以稍微知道說 這個地方我國的學者 其實已經有提出某一部分的見解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但一樣就是 如果你是要 想要更仔細的了解這篇文章的話 那一樣建議大家找出原點來看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 進到第一題的部分 那第一題的部分 其實我是修改一題國考題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問的就是 獨立董事 在公發公司的角色的定位是什麼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第一個問號就是問說 那賈請求查閱有無理由 那賈就是那個A公司的讀董 那這是第一個問號的假設就等於說 在沒有審委會的情況下 讀董能不能夠單獨去請求這個資訊 就是有沒有資訊請求 選來去請求查閱公司的財務業務文件 因為本題涉及到的是 假要去查詢的是那個 那個私募的相關案件 那私募他是問說 如果這次私募沒有達到 是否達到公司預期私募 所想要產生的效果 那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的話 理由是什麼 那如果真的沒有達到 那附上了理由之後 那下次的改進方法是什麼 是取消私募改成其他方式 還是直接變更私募的對象 可能是合作對象挑錯 不一定是私募的這個方式發生錯誤了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假要請求查閱 所以說不管是第一個問號 跟第二個問號 所要查閱請求查閱的課題 都沒有不同 都是針對這個公司的私募相關事情 那私募的相關事情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證券交易法的 43條之五 它其實是 不管是 43之 不好意思 應該是 14 14之幾 就是關於讀懂跟 不管是14之3的讀懂的職權 就是關於14之3的第6款 募集發行或私募 所以好像是獨立董事的相關職權範圍 然後第14之5是 14之5一項的7款 又提到私募嘛 那私募應該會涉及到 公司的業務執行就是 它就是一個股權的讓售 那可能私募甚至會 同時蕴含著一些 可能是一些 比如說是 徹業結盟 股份互換 之類的東西 所以這個私募這件事情 應該是公司的業務執行事項 這個是 大家看完題目之後 可能就要先理解到 也就是說 好這一題的題目 問了兩個問號 一個是問說 如果假是讀懂 那他能不能夠在公發公司之中 去請求要查詢 公司跟業務執行事項相關的內容 這是第一個問號 那當然 因為他只有 在第一個問號情況下 有監察人的情況下 就不可能有審委會 這個從14之4的一項可以看出來 就是 一本法八行的公司 應責依甚至審委會或監察人 所以第一個問號 應該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是 他設有監察人跟讀董 但是沒有審委會 那這時候 這個讀董能不能夠 單獨去請求查閱 跟公司業務執行相關的資料呢 把第一個問題 跟這個題幹 稍微做一個解釋 跟涵涉概念之後 真點應該長得 像剛剛我所說的那個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們要查閱的內容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差在 如果A公司設了審委會 那麼依照剛剛說的 依照14之4的一項 既然設審委會 那是不是就代表 A公司這時候 就不應該有監察人了 也就是 如果這時候 假還是 一樣是讀董 但是他這時候 已經是審委會的成員之一 那這時候 他能不能夠 單獨的去請求 要去執行 就是查詢公司的 財務業務文件 所以第一題的真點 應該會被歸類成 以下這兩個 廢話 會不會 還有非常訪問 我們走 我們就帶給我 好 到底 還是 明天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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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